神音之乡木雕艺术奖共有十件作品 而且是由红块漂流木所制成的相当美丽 卓西乡长表示 十件作品将会放在即将完工的卓西乡公所办公大楼内 玉璃产业服务中心内 就是希望透过每件作品让更多人看见卓西乡 一件一件美丽的木雕作品 很难想象它原本只是一块腐蚀的漂流木 这是卓西乡办理的第二届神音之乡木雕艺术奖的十件作品 并且是由红块漂流木所制作而成 相当珍贵又美丽 卓西乡长表示 十件作品将会放在即将完工的卓西乡公所办公大楼内 我们会放在准备放在哪里 行政大楼 行政大楼现在快要做完了 四楼已经都盖好了 那如果做完了 我们就会把每一个楼层 我们就放在那里摆 以后我们如果到公所洽工 没有事就从上面到下面就可以欣赏他们的作品 除了让来洽工民众看见美丽木雕之外 为了推广卓西的各项产业 也将会安排在玉里的产业服务中心内展出 就是希望透过每件作品让更多人看见卓西乡 还有第二个要摆放的位置就是我们玉里的产业服务中心 那个更需要了因为那个地方是接近平地的地方 很多汉人会看 你们原住民这个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会有说明书 我们这些大师啊 他是怎么样在 他的架构是怎么布局的 我们都会把它写 有文章 他有他的故事 所以将来对我们原住民的文化的宣导都会有帮助 林务局花莲林婉处表示大开眼界 透过木雕家的双手将保管很久 并且已经腐蚀的台湾珍贵林木红块木活出新的生命 去叫高雙雙卓西乡采访报道